利益众生快乐无忧 你为什么非要走小路呢 因为你已经在进步了 你为什么要退步呢 你已经在帮助众生 在救人了 为什么还不能彻底地帮助众生 救自己 救人家呢 不怕不识祸 只怕祸比祸 人的境界一笔就出来了 真正要进步的人 他一定要往前走 他一定要非常努力地学 他才能真的学得到 菩萨永远帮助那些 希望能够帮助到自己的人 有些人连自己都不肯帮助自己 菩萨怎么能够帮助到你 阿罗汉虽然是不断地去除烦恼 但是他们没有彻底地理解 烦恼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 能够修到这么高的天 能够脱离了六道轮回的第一第二层天 他们都不一定能够达到无上正等正觉 何况我们 学佛一定会有烦恼 你们跟着师父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有些人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学佛 有些人说 我为了能够顺利生孩子来学佛 有人说 我为了找到工作来学佛 有人说 我为了身体不生癌症来学佛 实际上 这些都是片面的 没有抓到佛根基的人 他不理解真正的佛性是什么 所以他学不好佛 今天 师父给你们机会 让你们学得深一点 帮助你们提高一步 就看你们自己能不能努力了 好好地温习佛法道理 好好地学习 师父告诉你们 阿罗汉随佛出世 随着菩萨 随着佛 一起还会到人间来 然后还要成为大护法 因为菩萨到人间 一定会有很多的大护法 但是 就是阿罗汉这些菩萨 他们到了人间 他们没有成就大圆满 究竟圆满 所以 他们还是不圆满 究竟圆满就是 彻底明白道理 比如 我今天求婚姻 我求到了 今天我求孩子 我求到了 但是 我知道 这个不是究竟的佛法 这是菩萨给我的 是菩萨在帮助我 是菩萨在慈悲我 我真正懂得 应该通过这些 得到的东西 来更感恩菩萨 更加好好的 学佛修心 我应该更加懂得 如何在社会上 在家庭中 在做人 在自己的修为上 更加靠近佛 因为我明白 我有太多的事情 要求菩萨了 我知道 有太多受苦的人 需要菩萨帮助了 我不单自己拜佛之后 要懂得佛心 我要把这些佛心 告诉更多的人 那么更多的人 就能够得到 菩萨的关心和关怀 那么 我就能够得到 究竟的圆满 因为人家都好了 我才能好 因为人家受苦了 我就心里不舒服 那就是 人伤我痛 那就是 学习佛法 大家听得懂吗 好好学啊 要提高境界 不能在老路上走 我们懂得 人一出事 我们就开始想 我们就有思维 我们就会想很多事情 比如 妈妈为什么对弟弟好 不对我好 我为什么没有这个 而人家都有 我们想怎样 来脱离人间的苦恼 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 我们怎样能够 让家里 稍微富裕一点 所以 要趁人生还在的时候 要马上脱离苦海 我们今天因为有人生 我们就是来吃苦的 就是因为我们吃了苦 所以 我们要懂得 怎样离开苦 佛法界讲 叫离苦得乐 因为当你不苦了 你就得到快乐了 因为当你得到快乐了 你就没有苦恼了 离苦得乐就是 让你明白 什么是真正的苦 你才能离开它 如果你觉得 这个还是甜的 你就离不开它 师父叫你们心中 一定不能有卦碍 卦碍是什么 牵着 提着 想着 思念着 所有的这一切 要马上脱离 不脱离挂碍 不脱离烦恼和苦恼 那你就永远 不会得到快乐 很多人 他不知道是苦 所以 他才会觉得 自己很快乐 喝酒的人 他会懂得苦吗 他会知道 以后得肝癌的时候的苦吗 抽烟的人 他会知道他苦吗 他觉得 他很快乐 当一个人婚姻 明明已经失败了 他还死赖着人家 他会觉得 这是苦吗 他觉得 离开人家更苦 因为他不懂得 长痛不如短痛呢 实际上 还是一个痛 真正有智慧的人 要离苦得乐 心中要拿得起 放得下 要无挂碍 所以 我们要学修 大乘佛法的 大乘心 要修 无缘大词 就是即便 人家不是我的孩子 不是我的家人 不是我的亲戚 我就是要没有缘故地 对人家好 我们要修 同体大悲 人伤我痛 就是说 人家头痛的时候 你要能够感觉到 你的头 也痛得很厉害 师父在养老院 做义工的时候 听人家讲过 那些护士 搀扶老人家的时候 搀扶得很坏 那些老人家 眼睛看不见的时候 走路快点 会多么害怕 养老院 在训练护士的时候 就用布条 把护士的眼睛 蒙起来 然后 由另外的护士 搀扶他们走 让他们感受 老人家看不见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现在 就要懂得 当你在帮助人家的时候 人家很痛苦 你是什么感觉 那么 你就不会在电话里 敷衍了事 如果他是你呢 如果他是你的妈妈 是你的孩子 你会这样讲话吗 这叫 同体大悲 所以 要消除业障的话 要用自己 本出的觉醒 什么是 本出的觉醒 就是 人之初 性本善 一个人小的时候 良心都很善良的 怎么会变恶了 跟恶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 可能 忍恨心 时间太长了 所以 要用本出的觉醒 就是说 用你还是 非常纯洁的时候的想法 来考虑 现在的问题 比如说 小时候 你的性情很好 妈妈告诉你说 这个人很坏 你会跟妈妈说 妈妈 这个阿姨很好的啊 你为什么这么恨她 这就是 你本出的觉醒 因为你有善良的心 善良的本觉 本来有的觉悟 我们要做 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去 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事情是好的 能够帮助人家所有的人 我就要去帮助人家 这就叫 利益一切众生 今天 我不管你是谁 只要能够帮助到你 我就要去做 这就叫 利益一切众生 要明白 当你在帮助 和利益众生的时候 当你在帮助人家的时候 你就不会起挂爱心了 要去除 自己心中的挂爱心 就是要帮助人家 举个简单例子 很多人 在中秋节的时候 家里的月饼 堆得很多 你叫他拿出几盒给人家 他都舍不得 当你把自己的月饼 全部分给人家的时候 你会得到 很多的法喜 你就不会想到 这是我家的月饼啊 听得懂吗 所以 贪心 用舍 能够去除 我贪恋这个 我贪恋那个 我就是要舍 多舍 少贪啊 多辞 少撑啊 多一点慈悲心的人 就会少一点 嗔恨心 多智 少鱼啊 多一点智慧的人 就会少一点鱼吃啊 很多人说 我怎么样 能多快乐一点呢 你只要快乐 你就不会不快乐 我为什么这么苦 你今天没有苦了 你必定有快乐 你今天还有苦恼 你就快乐不起来 所以 人的毛病 自己都找得出来的 师父希望大家 要明白 要懂得 修行最大的问题就是 一个人 自己在家修 你会觉得很舒服 很多人觉得 我一个人在家里 我会觉得很舒服 什么意思啊 没人来烦我 念点经文 是不是很舒服啊 但是 一到外面 面对着众生 这样那样的事情就来了 烦恼就出来了 想想看 你修心不就是 为了把烦恼 修掉吗 你躲避了烦恼 并不代表 你没有烦恼 举个例子 你们家被人家告了 你说 你躲到阑珊 澳洲地名去 你躲得开吗 你心中都是烦恼 你说睡一觉 把这个事情忘记 你一觉醒过来 你又想到 被人家告了 万一抓起来怎么办 万一被判刑怎么办 所以 这一切 并不能消除 你的烦恼 师父跟大家讲 人生 虽然有烦恼 人生 虽然有一大堆的问题 时间长了 你可能会守不住 你会被所有的问题吃掉 你会被所有的麻烦 做困扰 那么 这就是 为什么叫你出来 修心的原因 因为当你帮助众生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种 无形的快乐 师父就常听到 这类故事 这个人过去 从来没有人 从来没有人缘的 一个人在家里 不犯法 也不犯罪 最后 还是被人家告到了法庭 因为他没有人帮助他 他活得非常痛苦 现在 他开始 修心念经了 他帮助了很多人 他救度了很多的众生 当他碰到麻烦时 很多人帮助他 做他的证人 他在马路上走路 明明另外一个人 是自己跌倒的 结果 人家拉住他 说是被他撞倒的 警察一来 他话也讲不清楚 结果 有很多人帮他作证 而且很多人说 他是一个学佛人 他是一个好人 学佛人中 还有律师 帮助他打官司 不要一分钱 律师写了一封信 对方就没有话讲了 这个就是 因为他走出来救人家 他得到了好的反馈 这就是 学佛为什么要救众生 因为你救众生 能够得到众生缘 你不出来帮助人家 你就是孤寡缘 你没有缘分 没有人会帮助你 你就会得不到众生的帮助 这里面 还有菩萨的词缘 当你帮助众生的时候 菩萨还会给你一种 慈悲的缘分 就是当你在困难的时候 在烦恼的时候 能够得到一种词缘 你会得到别人 慈悲的帮助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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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